我竟然打败了一只一亿年的魂兽 并且还获得了一枚一亿年的魂环 卧槽 你是谁啊 突然冒出来吓我一跳 我是修罗神啊 修罗神 你这样穿得破破烂烂的 也叫修罗神 真正的修罗神 可是唐三的曾爷爷唐晨 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修罗神酒烤呢 你们都被骗了 唐晨根本就没有继承我的神位 你们说的那个修罗神也是假的 唐晨在进行修罗酒烤时 被罗刹神神念干扰 没能完成修罗神的考核 完全陷入了恶念之中 后来被血红酒头蝙蝠王寄生 现在已经成为了杀戮之都的杀戮之王 什么 那那个自称是我曾爷爷唐晨的人是谁 这一切都是罗刹神搞的鬼 假扮你爷爷唐晨的也是罗刹神 就原本也被他封印在了这只一年魂兽体内 直到你们打败了这只一年魂兽 我才能冲出封印 你不是修罗神啊 为什么你这么弱会被罗刹神封印在温兽体 别提了 都是被罗刹神给阴 我是真没想到 他竟然是个老阴帝 我把他当兄弟 他竟然这样阴我 嘿嘿 修罗老头 我是真没想到你还能出来啊 罗刹老头 你赶快把我的修罗魔剑还给我 修罗魔剑已经不知道被我丢到哪里了 自己去找吧 哈哈哈哈 我先闪了 那这样说的话 那我们前面经历的这些考核都白费了吗 话也不能这样说 最起码你们也得到了历练 罗刹神也给了你们该有的奖励 真的是人生无常 大长方小长 那修罗神尼 你能帮助我们对付爱影毒吗 我 现在的我没有了修罗魔剑 神力也还没有完全恢复 恐怕帮不了你们 虽然这个世界是我的领域所创造的 但是如今的话 我也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普通老头而已 那我们一起去帮你找到修罗魔剑吧 你小子 人还真不错 我决定了 你就是我修罗神的继承人 卧槽 你是认真的吗 当然了 是你将我从一年魂兽中拯救出来 而且你现在又拥有了一年魂环 你小子 我看你前途大大低有 我看你还是先把这个一年魂环给吸收了吧 吸收完了 我们再去找修罗魔剑 这个一年魂环果然是牛 一个一年魂环便能顶十个百万年魂环 唐三 你羡慕吗 我现在的修为已经到达了灵神 你错了 你现在的修为已经是无尽了 已经是接近神的存在了 原来我已经这么牛了 那我们现在该到何处去寻找修罗魔剑了 修罗魔剑五行熟火 可能会出现在有火或者比较燥热的地方 我们还是先到火山口看看吧 修罗魔剑 你快看 那里好像有什么东西 看来我猜的没错 修罗魔剑就在那个位置 大家快走吧